昨晚播出的专题片还用较大篇幅揭露了中央纪委个别工作人员的贪腐情况 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 曾参与查办过薄熙来案、戴春宁案等多起大案要案 自己最终却因贪腐被查后一夜白头 经调查魏健涉案总金额达数千万元 向他送钱送物的人员达到一百多人 利益输送的背后自然是交易 而魏健能用来为人办事的正是手中的监督职济权 像魏健输送钱财最多的一名老板是四川商人宋志远 金额达到上千万元 当时他想在四川上马一个项目 希望能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 为此找魏健帮忙 魏健立刻给当时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 成都市委书记的李春成打了一个电话 项目很快顺利推进 魏健说在与一些老板交往过程中心态一步步失衡 有一年春节一名老板请他到海南旅游安排他住在自己的别墅 魏健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的想法 我去了一看他那个别墅海边 那一大趟真是好花 当时我就看啥了 我说他们得挣多少钱呢 所以到后来他们给我钱 我说实在呢 我心里就真有点 你给我来进贡进吧 反正都是朋友 另外你也有这个实力 你也出得起